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人间最美情郎 苍阳加措 轻一世深情 还之于他的初恋情人 所有的遇见都是一种偿还 不见不散 不还不归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缘起缘简 缘距缘散 一切都是天意 时间让我们在交叉路口相遇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听过这样一句话 伸手需要一瞬间 牵手却要很多年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命运使然 总有些人会徘徊在我们的世界里 就像我们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如约而至 细细想来 也许就连今生擦肩而过的浅浅缘分 都是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得以换来的 你该明白 没有哪次相遇是巧合 遇见的每个人 一定都是缘分的安排 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真的很奇妙 有的人 时常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却毫无交集 但有的人 哪怕只是对上一眼 就觉得相见恨晚 人们常说 前世五百年的回眸 才换来今生地擦肩而过 而这句话的背后 有着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有一个女孩 在人挤人的庙会里 看到了一个让她怦然心动的男人 但由于人实在太多 她无法跨越人海 走到她身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消失 后来 她每天都去祈祷 希望能再与那个男人相遇 没想到 她的诚心打动了佛祖 佛祖说 你想再遇见她 需要你修炼五百年道行 女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五百年后 她变成了石桥上的栏杆 遇到了那个男人 她行色匆匆 很快从石桥上走过 与女孩擦肩而过 女孩还想再次遇到男人 便再一次恳求佛祖帮忙 佛祖说 你想接触她 你还得修炼五百年 你愿意吗 女孩点了点头 五百年后 她变成了一棵大树 男人已在大树上乘凉 就在男人消失的那一刻 佛祖出现了 你是不是还想做她的妻子 那你还得修炼 女孩平静地打断了佛祖的话 我是很想 但是不必了 这样就足够了 佛祖轻轻松了一口气 笑着说 也好 至少有个男孩 可以少等一千年 他为了能够看你一眼 已经修炼了两千年 记得张爱玲写过的那段话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哦 你也在这里吗 生命是一场漂泊 无论遇到谁 都是一次天意 如果说 人这辈子都有因果 那么世间 所有的相遇 都会是久别重逢 每一场相遇都有意义 生命中 每一个出现的人 都有他的使命 即便只是 街头转角时的 匆匆一眼 也是难得的缘分 是啊 每一场相遇都有意义 每个人在你生命里 有所停留 或长或短 一定都是为了 教会你些什么 爱你的人 教给你热情和浪漫 不爱你的人 教会你放手和成长 你爱的人 教会你倾心和付出 你不爱的人 教会你理解和尊重 甚至就连街上 曾与你有过争执的人 都教会了你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地铁站曾安慰过你的人 也带给你最朴实的温暖 与感动 还记得有位外卖小哥 在深夜送餐的路上 为一名走失的两岁幼童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直等候到孩子的父母出现 还记得有个年轻的小伙子 看见有人在扶梯上摔倒 连滚带爬地飞奔过去营救 最后摔倒的乘客 安然无恙 自己却一身伤痕 还记得有个小男孩 独自在家 调皮地爬上窗户 在即将跌落下来的瞬间 是一群路过的陌生人 合力接住了他 这些相遇 也许今生只有一次 他们之所以在那个 巧合的时间点出现 本身就是为了守护好那时的你 当你在困境中挣脱出来 完成使命的他们 也就会悄然离开 继续踏上征程 所以不必把所有的小确幸 都当成是侥幸 把所有的不如意 都看作是倒霉 也许是前世他欠了你 所以今生来给你温暖 也许是曾经你欠了他 所以现在来偿还 和每个人的相遇 都是必然的结果 是命中注定的选择 你所要做的 就是用坦然迎接你生命中的 每一个过客 让一切顺其自然 相遇在天 相守在人 小时候觉得 友谊真的很简单 你借我一块橡皮擦 我送你一支棒棒糖 就这样简简单单地 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但越长大越发现 拥有一段情意不难 难的是 如何维系彼此之间的感情 很多从前亲密无间的朋友 因为不曾联系 渐渐地成为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多以为 不会离开的亲人 彼此相伴一路走着 却渐渐地在人群中走散了 同时阿玲和我分享过 她和大学舍友的故事 她说 她和舍友 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 接半去旅行 一起参加表演 一起外出做课外调研 阿玲以为 他们情深意重 友谊一定会天长地久 但毕业后 舍友却选择了回小城镇 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而阿玲则选择了 留在大城市打拼 每天都忙碌奔波 不久后 舍友结婚了 虽然邀请了阿玲 去参加婚礼 但两人之间的共同话题 却越来越少 阿玲很想维系这段友谊 但却不知道从何维系 最后便不了了之 现在 阿玲每次谈起 她与舍友之间的经历 都有一种淡淡的惋惜 俗话说 相遇在天 相守在人 茫茫人海 云云众生 相遇是一场天意 而相守 靠的是人心 有一位续云大师 已经113岁高龄 但他依然跟前来寺院参观的人 用心交流 并且在参观完后 亲自送走来人 有一位宾客很好奇 于是问大师 请问大师 为何您接待每一个人 都能如此热情 大师回答 每一个相遇都是缘分 都应该持感激之心来对待 这让我想起了林清璇先生 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 优美的地方 我们珍惜 相遇的每一个姻缘 是啊 感恩相遇的缘分 珍惜每一段 来之不易的感情 才能让人与人的距离 更加靠近 所有的相遇 都是一种偿还 人这一生 会与千千万万的人相聚 也会与许许多多的人分离 我们不必为感情的深浅 而感到惆怅 也不必哀叹 失去的缘分 不辜负每一场相遇 才是对一段感情 最好的回应 听过网络上的一段话 所有到达的地方 都必有百千万节的缘起 所有遇见的人 都必有前生后世的缘分 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 是让你得到成长 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 是教会你如何去爱 但无论是谁 我们都要学会感恩遇见的 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的出现 都为我们的生命 添加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人们总说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人生如梦 是因为人生在世 未来还有许多的不可知性 梦如人生 是因为有梦 才会存在我们对未来的期盼 我很相信这么一段话 每个人的所见所欲 都早有安排 一切都是缘 缘起缘灭 缘聚缘散 一切都是天意 缘就像是山中高市晶莹雪 世外先淑寂莫林 缘就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 燕归来 缘就像是悲欢离合 总无情 一任接钱 点滴到天明 走过一些路 遇到一些人 记下一些事 就会明白 这世上所有的遇见 都是一种偿还 祸福无门 为人自兆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退休了 可以安静过日子 自由而宜然 这是谁都想要的 可是总有一些退休老人 越过越糟糕 每天都哀声叹气 幸福也好 痛苦也罢 大多是因为中年时 就有了源头 只是当时年轻气盛 没有那么在乎而已 一回头 我们就会发现 一些看起来 很有道理的俗语 困扰了我们的人生 也经不起推敲 限制了我们的格局 最好要在中年时 及时避开 01 养儿不防老 不养育子女的家庭 老人难免失去依靠 很多网络文章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养儿不防老 谁都靠自己 道理没有错 但不是绝对的 你推敲一番 别人提供的养老方案 就会发现端倪 酒店养老 你得有钱才行 每天的开销 不是小树木 当你病入高荒 酒店还会收留你吗 也要打一个 很大的疑问号 旅行养老 身体健康的时候 走走停停 好不开心 但是你走不动了 开车的资格也没有了 要人推轮椅了 就行不通了 抱团养老 人与人之间 难免三观不合 并且大家分工协作 有人扫地 有人做饭 有人买菜 时间长了 会有意见 更可怕的是 有人会有私心 悄悄拿走大家的利益 房子养老 有人贪图你的房子 但是不一定会 全心全意照顾你 并且 若干年之后 房子还会很值钱吗 要是人人都有房子了 你还能依靠房子吗 多方面考虑 你会发现 老祖宗说的 鸡骨房鸡 养儿防老 是很有远见的 好好培育儿女吧 你老的时候 不一定指望 儿女给多少钱 但是有精神的寄托 还有儿女会管一管 你的一日三餐 02 五十之天命 过早认命的人 后半生不太精彩 古人说 五十之天命 还说 六十不建屋 七十不天一 用心想一想 古人平均寿命多少 现在的人呢 五十岁的时候 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 退休的一切条件 甚至为生活奔波 也有人 五十岁才开始创业 六十岁之后 我们退休了 但是可以发挥余热 去赚点小钱 做门卫 扫地 帮忙带孙子 做公益活动 都是可以的 人生不要乱折腾 但是也不要停止折腾 退休之后 有自己的理想 并且孜孜不倦地追求 比无所事事 要好一百倍 日子越充实 反而越幸福 天天闲着 人是承受不住的 还会胡思乱想 造成起人忧天的困扰 03 妻子如衣服 不重视 培养夫妻感情的人 日子很冷清 三国演义里 刘备说 妻子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衣服破 尚可缝 手足断 安可续 当下 也有人提出 这样的观点 老婆可以再娶 而妈妈 只有一个 种种迹象表明 一个人 若是没有了妻子 是没有关系的 大不了 就是在找一个 也许 二婚的妻子 比原配更好 男人不重视妻子 而是更加相信兄弟姐妹 或者做了妈宝男 一切服从爸爸妈妈的 这样做 其实是本末倒置 把自己的小家庭丢弃 盲目依靠大家庭 试想一下 兄弟姐妹都有了小家庭 怎么能够顾及到你呢 当你六十岁的时候 兄弟姐妹也老了 都忙着带孙子呢 怎么会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过日子 父母会比儿女先走一步 若是你的父母过世了 发现身边也没有妻子 日子还有没有温度 反过来说 作为女人把丈夫当成衣服 也是不行的 要牢牢记住 少年夫妻老来伴 若是中年时丢了伴侣 越往后 你的日子越孤独 虽然退休老人 可以有黄昏恋 到底的半路夫妻 不如原配好 更可怕的是 有的老人 因为贪图你的退休金 才愿意和你交往 把的钱都控制了 让你吃萝卜白菜 老夫老七过日子 知根知底 还能互相照顾 成为最好的保姆 零四 嫁出去的女 泼出去的水 亏待女儿的父母 败坏了家风 古时候 男人的地位高 女人的地位很低 甚至在富豪家里 小妾是可以随便送人的 当下 很多家庭的孩子 都随父亲性 也体现了家庭的延续 而女人 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 别留下什么封建思想了 早一点把女儿 当成传后人 多一些善待 女儿才会变成 父母的小棉袄 事实证明 很多老人 在走不动的时候 是女儿在照顾 古往今来 都有这样的典故 西汉时 大臣淳于义被判刑了 女儿提迎战出来说 人的身体被损坏了 就无法修复了 不如我代替父亲受过 汉文帝受到了感动 给了淳于义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法律上来说 女儿也有赡养义务 若父母做得太狠了 让女儿背负了 愤怒 就另当别论了 从长远来说 父母重男轻女 会导致兄弟姐妹的矛盾 不利于家庭的团结 05 小杰 爱因斯坦说过 只要你有一件 合理的事去做 你的生活 就会显得特别美好 什么是合理的事情呢 就是于情 于理 于法 把人间的真情留住 按照现实生活的道理去做 根据法律的规则去做 从年轻时 就坚持住 那么到了退休 就会看到成效 我们所享受的福气 都是曾经创造的 而不是空穴来风的 人到中年 好好工作 珍惜单位 因此有了退休金 爱惜家庭 因此家和万事兴 珍惜缘分 因此牵手一生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深思熟虑 福气自来 此外 如果到了退休后 想让余生的日子 过得有福气 就要处理好这三件事情 灵妖 能够把控情绪的人 必是生活的强者 拿破仑曾说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 更伟大 生活里 有很多人 因为情绪的一时失控 让自己不仅损失了经济 甚至还会让自己丢了性命 人生苦短 谁都有自己 不得言说的酸楚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把控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够真正 让心静下来 才是真正的 保养身心第一步 很多广场公园里的大妈 大爷 有时会为一句话 争论半天 有的甚至 还会为一句话动怒 记得前几年 公园里两个退休老人下棋 本来输赢都是平常事 就因几句话语 一个老人情绪激动 拿起地上的砖头 拍死了对方 这样的行为过后 必然是万般后悔 可事情已经发生 在后悔又有啥意义呢 俗话说 怒伤肝 喜伤心 悲伤肺 忧思伤脾 惊恐伤肾 百病皆生于气 为了自身的健康 也为了能够 让自己的退休生活顺心 请学会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把控好情绪 才是余生过得 开心的重点 02 健康是退休后 养老的基石 是余生快乐的根本 有人曾说过 这世界最可怕的 不是缺钱 不是缺爱 而是缺命 人生不过一场 马拉松的时光 退休后的福气 不是比谁的退休金高 也不是比谁的子女 多有出息 而是比谁的身体 更健康 有了健康 才能够享受 退休后的美好生活 酒病床前 无孝子 不是子女不孝顺 而是长期照顾一个 不能自理的病人 会让人崩溃迷茫 退休后 有大把时间 属于自己的 让自己动起来 合理适度地 参与到运动里去 你会发现 运动才是余生里 最好的保鲜剂 因为运动的人 时间长了 会步步运动人 看起来年轻 精神 有活力 更有福气 退休以后 舍得花时间 锻炼身体的人 最终也会因为这个舍得 得到意想不到的福气 05 生活做到断舍离 减少对物质的欲望 得失随缘 生活里 越简单 越幸福 金钱 名利 以及身外的迷惑 这些不过是 人生之外的东西 该舍去 就要果断舍去 有句话这样说 生命中所有的失去 终将以另一种方式回归 退休后 要学会断舍离 断去生活里很多 不需要的东西 舍去生命里复杂的东西 离开那些 让你难受的人与群体 做个物质简单 身心简洁的人 退休后 少一些不切实际的贪念 多些知足惜福的感恩 会让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心静深安 才会有福气享受美好的余生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顺其自然 做个内心温暖的人 物质得失随缘 充满阳光的过好 属于自己的余生日子 才是有福气的老人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